90岁的老头给妓院的老宝打去电话 他提出要找一个处女陪他度过疯狂的爱之夜 因为明天就是他90岁的生日 老宝则立刻听出了老头的声音 他说你消失了20年 今天既然接到你的电话 真是不可思议 一个万年单身汉 一个容貌出挑的老宝 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年纪昼夜寻欢作乐 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如今两人却都垂垂牢矣 业务中断了几十年 还能马上辨认出彼此的声音 双方都有些诧异 老宝则问他为什么偏要一个处女 客人们都反映这并没有什么乐趣 何况现在真结已经过时 老头则气愤地说这无关享乐 也并不是为了好玩 这是关于生或死的问题 老宝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 老头才心满意足地放下了电话 老头是哥文比亚一座小城的知名记者 他以写作为生 作为一个即将九十岁的独居老人 他时刻都能感受到生命力在日渐衰竭 他知道死亡已经离他越来越近 只是不知道哪一天会突然来临 对于死亡的恐惧每日将他包围 几乎让他无法呼吸 他虽然一生找过五百多个女人 然而他却从来没有真正地爱过一个 他发誓要体会一次真爱才算人生圆满 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愿望 老宝很快物色了一个年轻女孩 她的工作是在工厂里缝扣子 工作时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 让女工们更加专注 工头会像的老师一样 在前面读报纸上的新闻或者小说 下班后女孩独自骑自行车回家 老宝告诉女孩 一个老年人是无法伤害她的 一晚上她能挣比在工厂干一个月还多的钱 老宝劝女孩少为自己考虑 要多为她生病的母亲想想 老宝给老头打去电话说 我已经给你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女孩 她漂亮还出身正经人家 但我不知道她的具体年龄 我要承担进监狱的风险 因此你必须付给我两倍的钱 老头马上答应了 毕竟对于不知道死亡哪天会来临的老人 钱似乎是最无用的东西 老宝和他约好了晚上十点见面 老头认真的清洗了身体 希望自己能看起来年轻一点 柔软的毛巾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他透过玻璃窗看到了母亲在放声歌唱 正当他沉醉其中时 父亲则蒙住他的眼睛说 作为一个绅士不该这样偷窥 尤其是对于他的母亲更不该这样 第二天父子俩一起出门 等父亲办事的男孩好奇地 跟另一个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男人上楼梯 透过窗子他看到了 本该这个年龄不该看到的东西 他被一个黑女人发现 自此之后他只要攒够几枚硬币 夜里就偷偷溜出去 掌心将硬币捏出汗水后 小心翼翼地交给黑女人 他唯一的一次婚姻是他为找厕所 而无意冲进了请客主人女儿的房间 正在午睡的女人则转过身 对他露出了挑逗的微笑 没一会女人就跑出来 主动在餐桌旁亲吻他 男人对着突如其来的吻不知所措 餐桌边被惊醒的女人的父亲看到这一幕 他举起了酒杯 老头走后女人则更加有恃无恐 之后他们订婚的消息登上了报纸 老头非常欢迎知名的新闻记者加入自己的家族 人们纷纷表示了祝贺 女人总是要求男人能留下来 但他却始终对豁嘴的新娘提不起兴趣 他每次都已去报社加班而匆忙逃离 而实际上他却投入了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 他就是刚才接电话的老保卡西尔德 他非常喜欢男人 他甚至提出不要他的钱 但男人却坚持我喜欢就会为他付钱 然而原本想在结婚前一天最后一次放飞自我的男人 却因喝多了耽误了人生大事 在婚礼当天他被人发现睡在妓院里 女人的兄弟纷纷咒骂这个和妹妹在教堂有过誓约的男人 他们说如果你不能像一个绅士般行事 那至少得有个男人样 可懦弱的男人却拿枕头堵住了耳朵 他的婚礼就这样泡汤了 之后男人更加放飞自我 他有钱还有大把的时间 于是他总是混在妓院里 当年他最熟悉的女人就是电话那头已是满脸皱纹的老保 老头穿上考究的衬衫 还不忘打上一条领带 女仆问他这件衣服从来没有见他穿过 老头回忆上次穿这套衣服时 应该是很多年前参加别人的婚礼 他还在出门前喷上了古龙香水掩盖身上的老年体味 他一路蹒跚来到妓院 多年未见的老保说他看起来并没有那么老 而当年漂亮迷人的女人如今却已经坐在轮椅上 他告诉老头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前不久刚离开了人世 他刚才给女孩喝下了鹅血草和嗅水的容器 现在他睡着了 老头看到月光穿过沙杖照射在女孩美丽的洞体上 他像头刚结束战斗的嫩牛 老头轻轻躺在他身边低声说放心吧 没人会伤害你 喝下老保迷药的女孩呼呼大睡没有任何反应 天梦梦亮时女孩终于醒来 他穿起老头的衬衣 在镜子面前他闻了闻老头吸服的味道 听到老头的咳嗽声后 他又悄悄躺下假装睡着 殊不知这个美丽的女孩马上就会要了老头的半条性命